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 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 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李祝华观点 洪水与野火 德州连遭洪水与野火肆虐 极端气候给人类带来 无尽浩劫 德州过去一周陷入暴风雨之中 国家气象局表示 位于休斯顿东北部的 利文斯顿湖附近地区 已降雨多达23英寸的雨水 从休斯顿到德州东北农村地区 洪水泛滥 由于水位上升 一些餐厅和加油站都被洪水淹没 超过400人被紧急救出 许多人准备撤离家园 而位于德州中部 达拉斯福活斯地区 日前在6到8小时的降雨 多达9英寸 暴雨带来的洪水 冲击了道路 状况非常危险 才到3月底 德州城镇地区野火狂烧不止 Smokehouse Creek大火 烧了超过37万英亩的土地 由于高风速和干燥空气助长 这场威胁已引发了德州 以及于奥克拉赫马州 接壤城区的苏山命令 一些牧场主表示 他们没有时间撤离他们的牲畜 只能忘火星炭 水火真是无情 也无奈 德州乡系发生的野火和洪水 不仅对当地的生活和经济造成了直接影响 也凸显了我们必须对抗气候变化 和增强野火和洪水管理 和预防措施的迫切心情 我们必须持续关注气候变化 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并采取行动 以减少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危害 气候变迁正明显地改变世界 去年8月发生在夏威夷毛衣岛的野火 已成为了环境灾难的代名词 夏威夷毛衣岛海纳小镇的大火 夺走了100多条生命 超过2200座的建筑物被摧毁 其中约86%的是住宅 火灾区还包括了一个 曾是夏威夷王国首都的历史社区 约有30%的消防员 在此次火灾中失去了自己的家 众多企业和建筑都化为灰烬和碎石 身处着水火乱世 我们正亲眼目睹地球的变迁 从野火 飓风 热浪 强震到洪水 一连串的自然灾害 如同警钟般的响起 提醒我们世界末日的恐惧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想象 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都充满了不安全感 当我们面对这些灾难时 不禁要问 到底我们的地球怎么了 为什么任何一项自然的灾难 所带来的人祸与损失 都是那么的巨大 美联社全国民意研究中心 最近所公布的数据 揭示了公众对于气象灾害 日益严重的共识 其中68%的美国人 认为气象灾害的影响正在恶化 这不仅是一个数字的问题 更反映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 其中仅有46%的人将气候恶化 归咎于是人类活动 这一观点得到了科学界的广泛支持 事实上 全球暖化与人类的碳排放密不可分 面对气候变化 这一全人类的挑战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应对灾害的勇气 更需要前瞻性的思考与责政感 从减少碳排放到改变消费习惯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 都对地球未来的投资 我们不该蹂躏大自然 更不应该灾害留给子孙 全球气候变化 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这一次德州短短两个月内 所发生的极端火灾与水火 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提醒我们必须严肃的 对待气候变迁的挑战 让我们携手同心做出改变 不只是为了地球 更是为了我们人类自己 对待气候变化